你了解过自闭症吗? 那些对外部感知几乎为零的患者 成了多数自闭症家庭难以言喻的痛 但请不要排斥这些猩猩的孩子 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 或许充满着对你别样的爱意 故事发生在北美洲墨西哥湾上的一座小镇 为了扩充动物园 最近得到了一笔意外之材的强尼 打算从白帽男那里购买老虎 刚一见面 双方满脸就充斥着对对方的不耐烦 强尼这边由于飓风来袭 他要赶回去 用木板隔挡门窗来防风 最重要的是 他感觉面前的小猫不够凶猛 而白帽男这边也正在烦心的档口 要不是这只老虎上个月袭击了一匹马 他才不愿意忍痛卖掉 从白帽男口中得知老虎的凶悍后 强尼放心接收 这场交易也算是圆满结束 老虎两周没进食了 饥饿的他不一定会干出什么事来 临走前白帽男也盯住他要万分小心 可把老虎拉回家后 令众人难以预料的事还是发生了 只因为有同伴用手把住笼子看 手指头青刻间变成了老虎的盘中餐 这也令在场的所有人都退避三射 强尼还有一对子女凯莉和汤姆 不过这二人都是强尼前妻所生的 而前妻却因为一场意外死亡 如此一来 这对姐弟就成了强尼眼中的外人 由于姐姐凯莉叫弟弟汤姆年长许多 她也就自然而然成了弟弟的监护人 可弟弟因为母亲去世后便患有自闭症 时不时就会出现躁动不安和吼叫的情况 即便是凯莉再具有耐心 也常常令她叫苦不爹 最重要的是 她几乎走不进汤姆的内心世界 很多事情即便是想要帮忙 也都无法入手 给她俩办护养手续的大审 却称她支票余额不足 一打电话才发现 原来是被继父强尼贸然转走了 无奈凯莉只好来找继父对质 对子强尼也大方承认 并称那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和两个孩子没有半毛钱关系 而这笔钱如今已经被用在买老虎身上 凯莉说什么也没有用了 就这样 强尼还假惺惺的给凯莉出主意 让她不要再因汤姆而承受压力 强尼自告奋勇的 要承担照顾汤姆的重任 可凯莉知道 就算汤姆跟了强尼 也不会生活的很好 也就没有理会她无理的建议 凯莉对弟弟是真好 细心的给她做早餐不说 还把双层面包切成一块一块的 可在给弟弟倒牛奶时 因为过满而没有随弟弟的心意后 汤姆开始吼叫起来 而凯莉也依然会按照弟弟的想法 把牛奶倒回瓶内 没有半点怨言 唯一能吸引汤姆注意力的 就是电视机里播放的 母亲给汤姆过生日的画面 看着屏幕中幸福的两个亲人 凯莉不觉有些难过 她到现在还不知道母亲因何而死 不过梳妆台上放着的安眠药 倒是让凯莉浮想连篇 夜深了 有人拉动了装老虎的笼子 并打开了姐弟俩所住的房门 一个燃烧的夜晚即将开始 直接二楼的凯莉静止来到汤姆屋内 用枕头迅速将其蒙住 打算用窒息弄死弟弟的她 此刻已经再也受不了 被脱油瓶一辈子拽着的生活了 可没想到这一切却是难科一梦 醒来后的凯莉依旧要面对生活 面对这个自闭的弟弟 哪怕是心魔偶尔的作祟 也绝不会影响其分毫 屋外狂风大作 姐姐下床后看了一眼熟睡的弟弟 便安心离去 可此时她却听到 屋内有嘻嘻碎碎的声音 但走过去后 那声音却如微风般消失不见了 可当真看到楼下不停爬横的老虎时 凯莉震惊不已 她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小心翼翼的回到屋内 下意识的开窗举动 让她看到了绝望 随着其他窗户的开启 这种绝望感也愈发深入 她想报警 可不知是飓风的影响 亦或是人为因素 此时的电话呈断线状态 凯莉赶紧想到了隔壁房间的弟弟 可当她赶到时 房屋内却空无一人 心如积分的凯莉一边找弟弟 一边寻手机 终于在她找到洗衣机旁的手机后 拨打了那个 十分令人讨厌的号码 可此时继父正在酒吧里买醉 而手机则被放进了车里 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凯莉 只好放手一搏 她尽可能的找遍每个门窗 可等待她的 无非是一块块厚厚的木板 可仅仅是防飓风而已 不用把所有门窗都封住 凯莉突然意识到 这一切可能都是有人故意为之 但相较于这些眼前的老虎 才是个大麻烦 为了逃离 凯莉拿到刀后 想从房间顶部的窗户逃离 可此时身后的老虎 竟然撞破了门板 并飞速冲了进来 吓得凯莉立即爬到了通风管道 老虎在屋内不住地寻找 她太饿了 两周没有进食的她 此刻为了食物可以拼命 而凯莉就是绝佳的猎物 那份肉香成了对方 虎视眈眈的原动力 可通风管道是垂直的 凯莉也坚持不了多久 她如果是个胖子 想必此刻早就成了老虎的晚餐 一滴汗水顺着管道流到了地上 老虎舔完后 抬头搭眼一看 猎手和猎物在这一瞬间 都无法淡定了 可在这个场景中 老虎的攀爬技术 相比于凯莉可就弱爆了 再加上情急之下 肾上腺素的激发 凯莉没一会儿就顺着管道 爬上了楼 一到上面 凯莉才发现弟弟汤姆 此时的汤姆待坐一边 面对满头大汗的姐姐不为所动 此刻对于汤姆而言 无疑是幸福的 无法感受恐惧的她 依旧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汤姆帮不到姐姐什么忙 可她也确实在拖姐姐的后腿 一面要躲避老虎的凯莉 一面还要照看 时刻会走丢的汤姆 二人来到凯莉的房间后 万没想到 身后的老虎竟然这么快就追上来了 门被撞破的瞬间 姐弟俩钻进床底 虽然在床边 洒满了香水来混淆视听 可老虎依旧凭借敏锐的嗅觉 发现了他们 好在有床垫和床板的保护 姐弟俩才暂时性地化险为夷 逃到厨房后 汤姆一直叫嚷着要吃饭 这让慌张的凯莉想到一条计策 她先将冰箱里的肉拿了出来 再把母亲生前用过的安眠药 塞进肉里 并把他们投在了老虎可能来到的角落 没想到 肉香很快就吸引了老虎的注意 但毕竟那点微不足道的肉量 人吃了都不一定有感觉 更别说老虎了 很快她又开始了对凯莉的寻觅 寻着姐弟俩来到工具间的足迹 老虎尾随而至 无奈之下 凯莉只能带着弟弟躲进柜子里 和老虎弯起了捉迷藏 依旧是凭借嗅觉 老虎看向了凯莉这边 随着人虎的这一对视 一张流着口水的血盆大口 也就此张开 老虎肆意地撕咬着柜前的木板 而凯莉竟然利用手里的工具 在背后开辟出一块新天地 顺着通开的大洞 姐弟俩再次死里逃生 可这老虎就像是成精了一样 不论二人逃到哪里 他都能依靠气味追过来 在进到一间屋后 依旧是没完没了地 找寻逃生出口 可木板依旧被定得严严实实的 此时一束光撒在了凯莉的脸上 虽然已经天光大亮 可在凯莉看来 一切都只在恍惚间 绝望中凯莉想到了家里的手枪 虽然没练过 但如何射击 她还是知道的 除此之外 她还意外地看到了一份保险单 里面弟弟和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 不过他们不是受益人 真正的受益人 是自己的继父强尼 这也恰巧印证了凯莉之前的想法 把自己和弟弟关在这里 都是强尼的主意 为的就是通过制造意外 来获取保险收益 但即便是知道这一切 对此时的凯莉也是毫无益处 门外的老虎还在盯着这对姐弟俩 恍神间凯莉竟然看到弟弟 在流利的和自己对话 可又一个恍神后 一切恢复原样 弟弟的情况不会突然变好 就像现在身处危险的他们 不会突然获救一样 就这样在屋里待着不好吗 可凯莉偏不 手枪给她撞了胆子 她却用这份胆量来挑战老虎 可事实证明 手枪对于老虎而言毫无用处 再加上自己的胡乱射击 更是难以命中 通过一系列的周旋后 凭借超强运气的凯莉终于找到 一扇没有被钉死的窗户 逃出生天 可在车里的她突然想到了 还依旧身在淋雨的弟弟的时候 那份亲情让凯莉奋不顾身的 再次返回房内营救 老虎依旧在不停的吼叫着 当凯莉发现弟弟时 她似乎也感受到了恐惧 正蜷缩在一脚瑟瑟发抖 面对弟弟 凯莉为刚才的出逃行为道歉 她知道是因为母亲的去世 汤姆才罹患自闭症 而作为姐姐 那种天生的责任感 让她断然不能弃其余不顾 最终姐姐带着弟弟 开持了二次逃生 姐姐智商依旧在线 她准备用自制火把 在危难时吓唬住老虎的进攻 没想到这个办法确实奏效 生性畏火的老虎被逼得节节后退 二人也趁此机会 钻进了家里许久未用的冰柜内 就算老虎再怎么生猛 一扇被关闭的冰柜 她也无法打开 不知过了多久 等外面的骚动都平息后 打开冰柜的凯莉向外探出了头 而此时大门上的木板正被打开 端着狙击枪的墙泥 环顾着家里的情况 姐弟俩意外地站在墙泥面前 这让本以为姐弟俩被吃掉的她 有些不知所措 能放我们走吗 凯莉试探性地询问 你们现在要走 当初你妈妈也要走 此话一出 在凯莉心目中 失垂了继父沙姆的结果 可还没等二人 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老虎就突然扑向了强尼 并迅速将其拖到边缘吃掉 自作孽不可恕啊 强尼能有这个结果 也是天道轮回 在这起有惊无险的事件当中 亲情的力量得到彰显 凯莉娜为了营救弟弟而返回绝境的举动 我相信在汤姆的内心深处 一定种下了姐弟情深的种子 假意时日 她定会开出一片灿烂的出局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我是大壮 咱们下期再见